我们的愿若有圣灵帮助,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,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了叛息,替我们祷告。 这些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,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,替圣徒祈求。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,祂就听我们,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坎然无畏的心。 当真理的圣灵来了,祂要领导我们,明白一切的真理,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,必要在此警醒不觉,为众圣母祈求。 我们靠着基督将给我们的力量,凡事都能做。我们所能承担的,乃是出于神,我的恩怜够以用的。 下面我们记得的话。 亲爱的阿爸阿父天父,我们的父神,我感谢赞美你,孩子真心在这里为你献上感恩。 因着你的慈爱和恩怜,成为我生命的救助,是你给了我力量,给了我一颗感恩的心,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,是给了我平安和喜乐。 我要感谢赞美你,是你赐耶稣给我们,为我们流宝血,替我们赎罪。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,流宝血,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过,使我们能够来到主您的面前。 主啊,我要感谢赞美你,一切荣耀对于你,一切祷告,是奉我主基督得此的名求。